到後面 好 那麼現在 餐飲業界滿恐慌的 因為用蛋用的很多 今天還有一個家庭祖父告訴我 你自己不是每天坐在那裡 你不知道家庭祖父現在很煩惱 蛋到底要用什麼樣的蛋 經常都需要蛋 北部板橋一個知名的港式餐廳 無限期停賣滑蛋 什麼叫滑蛋 看有沒有 這個滑蛋 我還記得大學的時候 大學附近那個鳳城 滑蛋牛肉飯 那個我超級愛吃 滑蛋牛肉飯 滑蛋瘦 滑蛋瘦 沒有把它搞得很糊 很焦這樣 不敢賣了 因為這一定是蛋液去做的 對不對 那蛋液 消費者會問你這個蛋哪裡來的 光問應付消費者的提問就煩死了 乾脆不賣算了 乾脆不賣 因為農業部就不告訴你 蛋到底流向何方 所以桃園市政府兵分四路自己追 因為之前盧秀委也問 也不告訴盧秀委 所以我們地方政府自己來 很難 因為淡海茫茫 你要從裡面撈出哪些是這個蛋 哪些那個蛋 我最早的時候我在節目講 我說會不會把進口蛋跟台灣蛋 混在一起做成蛋液 茶葉也是這樣 越南茶葉跟台灣的茶葉對不對 台灣茶一點點 說這不是台灣茶 台中市也在全面稽查團善業者 那個蛋哪裡來的 因為這個比較大 你抓那個小的很難抓 看大的哪裡來 所以是大海撈蛋 淡海撈針 盧秀委說你還是中央告訴我們 你去哪裡了 我們就順藤摸瓜比較好查 新北市也發函農業部要資料 我看農業部也不會給他了 然後餐和工會說抓到我們就封殺你 你們如果做合餐的 抓到就封殺 國民黨也跟這個 當時傳出這種詞的時候 馬文君說你不要被罪請辭 到底反而把賬算算 問題是他 我剛剛講過他如果真的好好講 他早就講清楚了 他一筆爛賬 一筆糊糊糊 是講不清楚 還是故意講不清楚 還是不告訴你 他就是不講清楚 對不對 那不講清楚 你怎麼追 你跟他要追還不給你 而且把本土蛋的買劑也影響到了 因為大家搞不清楚 那個蛋怎麼回事 蛋也不會顯示在臉上 做成各種產品 對不對 做成什麼蛋黃酥 月餅 各種東西 你也不知道裡面到底什麼東西 所以買劑可能受連累 所以中秋節 檔期本來是一個大檔期 所以不少的商人也插著蛋 很害怕 蔡永平 我覺得這段時間 對消費者來講 真的四個字可以形容 那個心情就是惡夢成真 因為剛爆發出來說 進口的巴西蛋可能會致癌以後 其實我們內心裡就在擔心 會不會發生說場地標示不實 明明是進口巴西的蛋 結果混沖為台灣蛋 結果正在煩惱的時候就爆發 說確實有 然後大家就開始說 會不會過期的蛋 有問題的蛋跟好的蛋 混合變成混蛋 當然大家諧音就會講混蛋 那事實上大家心裡頭 真是一窩子火 真的覺得整得太混蛋了 中央還可以不告訴地方政府的流向 還在搞政治攻防這一套 你就是真的痛心於 噩夢成真於 說這個政府有沒有一點 把民眾的健康 民眾的福祉擺在心裡 所有背後都是政治算計 好 那現在陳其中 昨天這個莫名其妙的 要下台不下台 我必須說啦 民進黨最有能力的就是 把簡單問題複雜化啦 第一個 如果陳其中是一個市任的部長 有能力解決蛋荒的問題 他當初就解決了嘛 也不需要搞到今天 鬧成這個樣子 也不可能有超思 這種離譜的風波 也不可能進了過多的蛋 然後都擺到過期 現在全部要銷毀 而且前面還遮遮掩掩 換句話說 陳其中是一個不市任的農業部長 這件事情是板上釘釘的事情 結果現在大家去講說 他不能畏罪請辭啦 他一定要留著啦 他要怎麼樣 當然我覺得在野黨 有在野黨的政治算計 可是民進黨內的政治算計 更是恐怖 昨天最引人注目的是 蘇貞昌突然替他講話 而且你已經離開行政院長 多久了 你為什麼講話還這麼夠力呢 所以才又被爆料說 原來蘇貞昌的任內 中央續產公司 本來是一個沒有任何利益 也掌握不了什麼錢的公司 結果在蘇貞昌擔任院長 2021年的時候 給了續產公司100億的錢 然後新潮流系的林聰賢 就是之前做過農委會主委 宜蘭縣縣長的 他不按照慣例 以前都是副主委 去當一下董事長 他以主委之尊跑去做中央農產 續產公司的董事長 整件事情就是中央續產公司在操作 那麼陳其重不能下來 就是要維護住林聰賢 跟背後這一大堆 可能見不得人的可能的利益集團 如果是這樣的一個情況發展 今天陳其重坐在那裡 這個是要講清楚的表現嗎 這個是有良心的表現嗎 我認為陳其重現在民進黨利用他 就叫做破罐子破摔 反正這個人名聲已經臭掉了 那就把他利用到極限 讓他面臨這個禮拜立法院 跟下個禮拜的大炮轟 全部戰火都到他 然後林聰賢保得住保得住 保不住再弄出來以後 到時候再斷尾 我認為民進黨的算計是這樣 可是民眾還要忍受嗎 這麼無能的部長 這麼無視於民眾安全健康的部長 我們還要讓他坐在那裡多久 大家都很擔心 不知道自己吃的蛋是什麼蛋 本土蛋進口蛋好蛋壞蛋 我們看一下 連續打了三顆雞蛋就有兩顆是壞蛋 民眾在市場買蛋買了近十年 但八月多買二十顆都有冷藏 但願一半都臭掉或黑掉 就怕買到有問題的進口蛋 實際詢問店家業者說 每箱蛋都有溯源碼 習慣買零售蛋的民眾大多 我相信老闆 人家那樣 人家說我們歷史幾十年了 先避過這段時間吧 當然是全手比較安全 除非是現場客人 他說我要伴手 那我們會跟他講說 也許這個現在進口蛋的疑慮 是不是要吃全手 早餐店雞蛋用量大 製作餐點同時業者也會把關 只是說現在如果不是親眼看到 從養雞廠拿出來蛋 部分民眾多少會擔心 有營養師教如何分辨新鮮的蛋 洗卷蛋注意打印日期 挑散蛋蛋殼表面粗硬厚實 拿在手中要有沉重感 晃雞蛋不要有液體流動感 放燈光前要透明 打蛋之後蛋黃蛋白骨的越高越好 若放鹽水中浮起來就不新鮮 而毒物專家也提醒 近期雞蛋建議吃全熟的比較安全 進口雞蛋風波不斷 農產品運銷工作業者粉專 直指另有主謀 點名關鍵人物 是中央續產會董事長林聰賢 專案執行單位續產會 完全掌握在他手裡 而曾經販售進口蛋 包括四大超市 以及台農蛋品冠軍蛋品 雖然業者都說已經下架回收 但查清楚前 民眾吃蛋還是得特別擔心 其實這個蛋的事情 陳吉仲跟農業部 其實已經講不清楚了 因為在第一時間的資料 就是已經是一個 鬥不起的資料 包括巴西海關的資料 台灣海關的報關資料 通通都數字通通鬥不起 甚至連這個一公噸 到底有多少顆蛋 這個巴西想法跟台灣講的不一樣 這是一個 第二個 到底有沒有噴辣 這個巴西蛋王上個禮拜六說沒有 他說這一批出去根本沒噴辣 但是這個農業部又說有 然後還去打臉記者問題 問的不對 大家不應該質疑這類的問題 然後再來進口的SOP 你說像這進口商圖董 40年都搞不清楚進口的SOP是什麼 所以他就用台灣製的 台灣產的蛋來去做這個進口 來去做SOP 當然時間上鬥不起來 那他這一家如此 我相信其他家也都一樣 所以才會到時候說 我的有效期限到底是什麼時候 大家根本搞不清楚 再來流向 事實上流向我們三個禮拜前就問農業部了 不管是立法院黨團也好 或者是出函也好 他流向從來不講啊 因為他不是不講 他根本搞不清楚流向去哪裡了 這批蛋最終是賣了給誰 有沒有跟台灣產的蛋混在一起 其實已經無法控管 所以整個農業部是個失控的農業部 對於蛋的問題 坦白講你每天去弄一個資料來 然後後來要搪塞大家 但是又出現很多的破綻 到上禮拜六就更扯 總共進了這麼多蛋 一億多顆 百分之三十七要銷毀 那現在你當初的評估是有問題的嘛 那評估說多了五千萬多顆 是要銷毀的蛋 拜託大家的納稅人的錢 然後再來超私這家公司 到底是誰還是搞不清楚 我今天還在提出質疑 請農旭產會 還有這家各家的進口商 請提出你的貨櫃編號 因為每一個貨櫃都有扣的 只要知道貨櫃編號 就知道你這個貨櫃 到底有沒有冷藏 冷藏幾度 這些都是可以調查的一清二楚 所以我們要求農業部 要求你的旭產會 還有所有的進口商 告訴我們的貨櫃編號 才知道說大家講的到底是常溫的 冷凍的還是低溫的 這件事情非常關鍵 如果在運送過程當中的溫度失控 到了台灣這麼長一段含運期間 巴西彈王說90天 我們說120 110 那到底幾天呢 冷凍運送的過程是一個關鍵 如果運送過程出了差錯 可能蛋到台灣就已經不能吃了 就已經不能吃 你後面這些什麼 我去哪裡去賣 去散裝去等等 那只是為了cover 掩藏你這蛋不能吃的這個事實 所以這就是一個關鍵 運送過程當中有沒有出現差錯 然後貨櫃編號是多少 我要求農業部 馬上把這個資料打他公布 因為這個資料 每個進口商手上都會有 貨運公司都有 我們現在的所有的貨櫃 都是電腦查 就要去查他QR Code 知道他編碼 就知道這個貨櫃是什麼櫃了 趙大哥我只補一句話 台灣做電子化政府 已經非常多年 而且我們不斷在國際 都有認證跟得獎 我不相信他的整個貨櫃 進來輸入到哪裡去 電腦沒有記錄 全部都有記錄 他不是搞不清楚 他是不敢告訴你 這些蛋的流向 不是 你既然說要 進口雞蛋來評議 你需要農業部就要搞清楚 整個進口的流程 你怎麼可以讓台灣的進口商 比照台灣的蛋 台灣的母雞下了蛋以後 三天就到了洗蛋廠 洗蛋廠把它洗完以後 裝和以後 效期一個月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所以換句話說 台灣的蛋從生下來 到效期結束 大概最多40天 了不起40天了 然後我們買回去後 在家裡大概放個10天 20天 我買蛋很少超過一個月的 就放在冰箱裡面對不對 放在冰箱裡面 大概10天上的時間 就把它吃掉了 你現在光從巴西的母雞生下蛋 到裝船多久你也不知道 然後上了船以後 你說可以走120天 因為上了蠟 巴西說110天 你說120天 這中間到底多長 對不對 然後下來在什麼 洗一旋 再搞 然後又說還可以再加一個月 到底放了多久 中間怎麼可能通通是好的 當然很多是壞的 一定不到你那個期限 很多就已經壞了 休息一下再回來 看 驚心動魄四小時 我一看嚇一跳 老公要打台灣 轉來轉去四小時就不打了 陳吉仲辭職未準 這也變成驚心動魄 到底在搞什麼 陳吉仲昨天真的有消息 傳來一變再變 而且中間蘇貞昌還出來罵 所以有人放話很惡劣 被認為是民進黨裡面的派系鬥爭 所以因為新潮流 他們希望陳吉仲辭職 因為他們覺得這樣下去 對選舉不利 但是殷系跟蘇系就反對 所以變成說裡面 因為這不是在野黨放出來了 開始就是從民進黨裡面出來的 說陳吉仲辭職等等 他說他現在是被請職 說綠營裡面早就有傳 那鄭文燦說他不准 我們說不准他 因為他有權責 把進口單的問題說清楚 除了這應該加一個期限 三天內把他說清楚 你看他多久 他一直給你拖 那就永遠不說清楚 那就永遠幹 那不是變成他可以拖下去的 一個理由嗎 這個有那麼難講清楚嗎 那民進黨團說陳吉仲勇於承擔 一定職球對決 不是派系鬥爭 這劉士芳因為他是幹事長 不是 主要是他不選了 好不好 只有不選的人敢講 你都可以 永遠承擔 一定職球對決 你趕快講 你總個時間法 這個多困難 今天立委問你的 縣市長問你的 你先把這個問題先解決 如果你不能解決 你說我不知道 地方正問你但留下 我不知道去哪裡了 也是一種態度 你不講不是很奇怪嗎 你有可能不知道 不是一定說 也有可能不知道 我怎麼知道去哪裡 大盤去哪裡怎麼 你講啊 對不對 你講你通通不講 這很奇怪 國民黨是說他假請辭 真留官 請辭是假的 我就講說 王建勳已經講個名言 政務官辭職不是兒戲 政務官不輕易辭職的 政務官按照趙耀東的講法 是清淡那種戴紅頂子的 那是國之重臣 我請辭環保署長 我就講我跟李登輝 道不同不相同 我不講給你政府做 就這麼簡單 我的辭職書寫得清楚 送到行政院長 派專人送行政院長 請院長準辭 郝伯村把辭職說 專人送回環保署不準辭 我接著再請專人把辭職書 再送進行政院長辦公室 我廢止不可 這叫辭 政務官辭是這樣辭的 政務官我要辭了 你好 你再繼續幹 我就繼續幹了 這叫什麼政務官 政務官沒有這樣幹法的 把政務官的格調都丟掉了 要不然你就不要提 我負責到底 我講清楚 開記者會講清楚 看你們滿不滿意 也可以 提 然後又不辭了 丟臉丟死了 好吧 當時剛說 但願人長久 這用得不錯 但願人長久 千里共產圈 我們看一下 也不可能是中秋節 總統我陳吉仲 該不該下台請辭負責 年初蛋黃走掉 進口炭從數量到 笑棋爭議連環包 甚至銷毀都還要再花 兩億公帑 辭職部長陳吉仲 兩度火線事宜 反而成了劍拔 週日傍晚突然有媒體報導 已經請辭獲 陳吉仲到現在 還沒有提出辭職書 總統也沒有要他辭職 就有人急著換話操作 這非常惡劣 陳吉仲 第一時間跳出來痛斥謠言 該辟謠的行政院 卻累個了四小時 晚間才姗姗來遲 證實確實有口頭請辭 不過已經獲得未留 隊長部長請辭的原意是跟雞蛋有關係嗎 手上筆贊沒說出的答案 前一天就有人揣測 陳吉仲被請辭 目的是為了過行續產會主委林沖賢 巧的是四年前送別時任主委林沖賢時 陳吉仲一度哽咽說要同進退 如今被放話則是為了保住林沖賢的官位 有關進口雞蛋的這個說明 那麼陳吉仲部長 那麼還是有相當大的這個權責 需要把問題說清楚 單荒成了綠營大選未爆彈 陳吉仲辭不辭派系角力 暗巧洶湧 我覺得現在留給我們兩個很大的疑問 就是第一個到底誰才是這一批 超私蛋的幕後黑手 第二件事情就是 誰不肯讓陳吉仲下台 我覺得第一件事情 因為這件事情當然裡面很荒謬 因為農委會上上下下動員所有的人 然後一天一個謊話 就是希望能夠維護超私蛋 所以那個荒謬劇就不斷不斷的上演 從一開始的時候超私的資格 謊話 然後到後面的那個報官的那個 代收還是代電 謊話 這個合約一出來之後發現是謊話 然後接著那個標示的那個時間 然後後來那個到底塗辣沒有塗辣 謊話 然後到後面的他到底是不是 還有再繼續從巴西進口蛋 結果從巴西的官務資料發現 六月之後還在繼續的進口謊話 然後到後 所以你這樣一連串的謊話 那麼為什麼農業部要出來 不斷的謊話連天 因為理論上來講 他是監督這件事情的人 他是要監督食安的人 現在卻變成用謊話 然後來遮掩這個業者 包庇業者 那目的是什麼 幕後黑手是什麼 你要知道這整件事情當中 最荒謬的一件事情是 你看比如說像是 台農蛋品的圖案財 他都出來喊冤枉 農委會叫我做的 農委會叫我這樣標的 我怎麼知道 農委會拜託我去處理的 那我去看農委會的面子 然後去農業部的面子 我就去幫他處理了 好 台農蛋品的老闆 出來說過話 冠軍蛋品 農委會叫我去接收 台農蛋品的蛋 我也不知道 好 農業部 又是農業部拜託他的 那麼前兩天 在桃園所查到的 那個國產蛋跟進口蛋 混在一起 那一個是綜藝蛋品 他也說 就政府派人來說 叫我們幫忙處理 中央續傳會的蛋 然後送來的一批批蛋 有的是英文 有的是那個奇奇怪怪的文字 我們也看不懂 我也不知道來自於哪裡 我怎麼標 我沒辦法標 我只好說 既然它是中央續傳會 我就認定中央續傳會是國產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超私蛋 然後被拖累的 所有的這一些民間的小公司 每一個都被盯上 然後而且每一個都被開罰 台農蛋品被開罰 冠軍蛋品被開罰 然後這個綜藝蛋品被開罰 請問一下超私的責任在哪裡 中央續傳會的責任在哪裡 而且你會發現說 他們顯然沒有能力 有這個蛋的通路 所以都是政府人員打電話 拜託我們去幫忙 他們變成了發言人兼超級推銷員 請問一下是誰有這麼大的力量 去做這件事情 你我加起來的損失 已經超過幾億了 我們要問這件事情 我們排蛋的排蛋 吃到黑心蛋的吃到黑心蛋 然後我們還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請問誰是幕後黑手 第二件事情是 誰不讓陳其中下台 昨天那個真的是一個荒謬句 先是民進黨這邊有人放話說 他請辭了 接著我們就發現 蘇貞昌跳出來說有人急著放話 這樣子是不行的 我也很想問一下蘇巧惠 你贊不贊成你爸爸的這個說法 所以蘇巧惠 你是要讓陳其中留下來的囉 你的選舉當中 我看你的選民每一個人都要問你這件事情 好 然後就突然之間行政院說 沒有請職獲准 他也不說未留喔 鄭文燦自己承認 就是陳其中你話還沒有說清楚 行政院你在推卸什麼責任 陳其中如果不肯把話說清楚 你行政院跳下去查清楚 哪裡說他不說清楚 你就讓他留下來的道理 你當然就是他不肯說清楚 你就跳下去查清楚 鄭文燦不肯查 陳建仁不肯查 我告訴你 只有政黨人體才能查清楚 王輝 就像剛剛鳳馨講的 就這麼多的謊話 謊話連篇之後 我想還是終究要面對 這個現實的部分 今天中午我要上節目之前 還特別辦公室打去問 因為大家對於劉相 真的非常非常的關心 我們就問了這個畜牧師 就大家這個也有人推測 這個畜牧師司長 好像跟林聰賢的關係 也非常的好 如果這一次 大家都非常關心這個林聰賢 在這一次淡淡的這個危機裡面 扮演飛行這個主要的一個角色 我覺得他也有必要出來做一些 說明 我先跟大家報告 畜牧師在剛剛跟我的辦公室說 他現在正在處理相關的資料 給各縣市政府 就是所謂的流向的部分 我們就來看 就是說禮拜五 我們就要進行專案報告 專案總質詢了 我就看在這之前 我們各委員能不能拿到 這個相關的一個流向 我要講的是這樣 我想不只超私跟巴西進口蛋 當然這一次一起出來 做進口的這些廠商 因為我們這次總共 從七個國家來進口蛋 是不是只有從巴西來的蛋 是要去追查其他的蛋 到底去了哪裡 是不是都符合相關的標準 我認為也應該一併 來做相關的一個檢查 鄭文燦講說 他現在已經 今天這個農業部跟衛福部 已經共同啟動 這個相關的一個調查 你禮拜五 陳建仁來到立法院的時候 請你搞清楚 是不是這一些積查的結果 我現在也正在要資料 希望你可以把這個相關的內容 真正的公開透明出來 我覺得樹小偉曾經講說 讚美陳其中是雞蛋超人 陳其中是雞蛋超人 那現在什麼蛋 是壞蛋超人 臭蛋超人 還是混蛋超人 到底是什麼蛋超人 這是第一個 以前我記得八國聯軍對不對 現在變成七國聯彈 七國的彈都來了 去年民進黨一定要記得 去年民進黨所以選的大敗 就是因為陳時中是主要的 大家對疫苗 對疫情 實在是到最後是忍無隔忍 所以失敗 民進黨還把他當寶 提名他來台北市選市長 這次選舉如果失敗 陳其中要負很大的責任 所以當昨天第一消息傳出來說 民進黨給他辭了 我當然想說 民進黨還是會選舉 還知道在關鍵時刻 要做關鍵的決定 他就說未留了 我說怎麼會這樣子呢 他就給他未留 看他下面 看他接著要怎麼做 看他到底公布的流向對不對 然後看他到底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休息一下再回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